各位學校的同學大家好 我是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張勇傑 大家可以叫我張Sir 今天透過短片跟大家分享一個題目 叫做迷戀與曖昧關係 講些什麼就是跟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有時有些情感的感覺出來 不人自拔的 無端端就迷戀了別人 或者跟一個你認識的人 產生了一些曖昧的關係 但是我們應該如何面對這些情感 以及如何去做一個恰當的人仔關係的一些界線 就是今天主要講的內容 先介紹一下幾個 明光社成立於97年的5月 我們主要關注三個大的範疇 包括傳媒方面的文化 社會倫理方面的討論 以及性文化方面的事項 今天講一些情感關係 都是屬於性文化方面的東西 如果講一些情感關係 我們很多時候都自小聽了很多很多的故事 我們小時候看童話故事 或者看電視劇、韓劇、日劇等等 我們對戀愛有很多期盼 有很多理想的一些狀況 可能在我們心裡都會出現 但是我們很渴望愛情 很全心全意付出 很多時候最終換來的就是受傷 心痛了 要臉膠布 所以我們需要好好地認識 這些情感關係 例如我們要分清楚迷戀是什麼東西 這些曖昧關係 我們需要如何應對 甚至我們期望可以透過今天的分享 幫助大家避免在不同的情感關係中 受傷害 更重要是劃清楚不同的關係的身體界線 不要越阻界了 先講什麼叫迷戀 迷戀很簡單 一個單向的 通常都是單向的一個戀愛關係 為什麼會有迷戀的感覺出來呢? 很多時候都是一時的感覺 煞時的衝動 有一個人對你產生很強烈的吸引 結果你不知為什麼 很不切實際地喜歡這個人 甚至因為你的感覺很多時候是單向的 其實你對對方的認識不是太深 結果你會自己美化了對方的一切 對方必然是靚仔靚女 他做的任何事都是好的 會美化對方 社會上有一個較為粗皮一點的說法 就是靚女是不會拉屎的 女神的屁是香的 就是一個迷戀的狀況 誇張了說的情況 或者這麼說 你心目中的白馬王子 那個男神女神是不會有缺點的 但你都會認知到一樣事實 就是怎麼會沒有缺點的 人總要有些缺點 只不過我們活在一個自己的幻想當中 對方的確好像那個肥造譜一樣 很漂亮的 什麼都是好的 但當我們認清事實 碰一碰它的時候 那個幻想中的它就會破滅 就會看到對方很多很多行為 或者性格上的缺點 然後對方不是我想像之中 這麼完美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先看一條短片 理解一下迷戀之下 我們會對人有什麼傻珠珠的行徑 會做出來 本來是一個心靜的 那我們會上街頭的 好多人 像長大學 家他們說 不會讓我和你一起的 來見解一下 在公室 可能會想像在公室 可以讓我一起來 能不能讓你們 我會 Gall� 反而下 來做一套 你得到 Thank you Won you tell your dad Get off my back Tell him what we said Bout painted black Rock and roll It's here to stay Come inside Well it's okay And I'll shake you Won you tell me What you're thinking Would you be an outlaw for my love If it's so let me know If it's nowhere I can go I won't mak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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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影片就看完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片里的男生和女生的互动呢? 其实没有什么互动的 男孩子自小的时候就很喜欢了既队那位女孩子 经常借一些热情想接触她 不过她不敢 所以她有一个习惯就是走超级市场 其实影片是一个外国超市的广告 剪一些东西去传达她的心意 女孩子收到那些东西看似很窩心 最终很不理想地 女孩子要搬家 那两个感情就没有了 结果大了之后 在不同的校园中相遇 不过张sir是较为现实的 我看回这一条影片的时候 我就会想 为什么女孩子的家人要搬家呢? 我相信不是因为 那个女孩子的爸爸有什么公干 或者调调职 所以要离开这个城市 我好自然 我心想到的是 那个女孩子在学校里被人滋饶 无端端那个Locker又把子姐写一些很辱麻的说话 但是不知道是谁 有人在注意你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其实都挺恐怖的 不过当然了 影片背后的故事 就不是张sir所想到 那么现实 那么没有情趣的 假设女孩子真的喜欢那个男生 而这位男孩子也真的喜欢这位女生的时候 我就会问一句 那男孩子 认识那女孩子多少呢? 又或者那位女孩子 认识那位男孩子多少呢? 可能那男孩子的认识就是 旁边有个女孩子挺可爱的 那女孩子 他认知这个剪子的人多少呢? 哦!原来他很喜欢剪子的 他很喜欢行超市剪东西的 我想象不到 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人记忆的纸子 那女孩子会保持到大 期望遇到他 我真的想不到这样的故事出来 假设真的 他们过了十多年后 长大了重新相遇 重新恋爱 你又猜这段关系 会维持多久呢? 见面 那男孩子变成了个帥子 那女孩子也很漂亮 帥子和帥女 在一起 就十分之 好像童话故事那样 平时看的童话故事也是这样的 王子和公主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真的吗? 用回刚才那段短片 那男生和女生 比此认识吗? 不认识的 去回那些浪漫的童话故事里面 一样的 白马王子懂白雪公主吗? 不懂的 白雪公主睡着睡着 如果大家无端端被人疼了一口 其实是一件很恐怖 是一件性骚扰的事件来的 又或者灰姑娘和王子玻璃鞋的故事 你又认识对方吗? 其实都不是很认识的 但是呢 因着杀氏的感觉 一时的冲动 我们就觉得对方 会是一个很好的对象 结果一战开了一段感情 我就会真的问 他们是不是真的合适对方呢? 他们可以在一起多久呢? 会不会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 王子就发现原来白雪公主 会扯避寒的 所以就会厌弃她呢? 又或者白雪公主 原来会发现王子 原来周围地疼人的 会不会觉得 这是一个很花心的人事呢? 他们认识对方多少 真正相处的情况下 我们活在自己迷戀当中 一些不理智的地方 开始理智的时间 你就会发现 如果对方不是我想象中 这样的样子了? 所以咯 我们现在这个世代 经常要强调一件事 就是 漂亮啊 有feel啊 有feel很重要 我不会否定 外表的重要性 更加会认同 感觉在一段关系之中 是很重要的 但是 不是最重要 如果这样是重要的 我们还需要理性地 去看待关系的发展 我们用多长时间 就会决定 爱上了对方呢? 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 其实是不是爱情故事来的呢? 张Sir会认为一见钟情 其实是个科幻小说 我们需不需要考虑其他东西呢? 所以咯 我会形容 什么叫迷戀呢? 迷戀就是好像一个 类镜 戴上了一个类镜去看人 结果 你看到对方 不是真实对方的 呈现 反而是很多美化了的状况 如果真的要认识个人的话 麻烦脱下这副类镜 你才可以真真正正的 去认识对方的人 真实的情形 类镜 大家其实都经常会使用的 大家用不同的手机 内面的程式 都有很多的filter 都可以帮你 类了很多不同的状况 早前有一个类镜 都很受欢迎 就是将个人 变成小朋友的样子 你看看这三个小朋友 多么可爱 你认不认得他们呢? 左手边那个姓金的 右手边那个俄罗斯人 中间那个 Donald仔 好可爱啊 好可爱 但真正他现在的样子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么可爱呢? 那你自己都应该 认识这三个人 他现在是什么样子的状况 你自己判断一下 迷戀就好像一个类镜 看上去 哇 真是好人 但是他背后 是不是真的一个 这样的人呢? 那实际上就不太清楚了 拿着你一副类镜去看的时候 好了啊 讲完什么叫做迷戀 讲完另一部分 很重要今天的信息 叫做曖昧关系 什么叫曖昧关系呢? 先讲什么关系呢? 我们人和人之间 有很多不同的情感关系 会出现的 最多我们会出现的 就是友情 好像你和你 学校里面的朋友 同学是一个友谊的关系 不过 我们去到 差不多一年多的时期 我们不满足于友情的关系 我们想发展一些爱情的关系 章sir会认为 最适宜的爱情关系 是一段友情的生态 因为章sir仍然不太相信 一见钟情 就是完全不懂 第一眼见面 就喜欢了 然后可以顺利发展感情 最终结婚生子的话 这些真是科幻小说 才会出现的情节 绝大多数的爱情的基础 是友情 可能你也是的 你很期望 跟某一位同学 你心目中 那位同学的关系 不止友情那么简单 你很想 由蓝色的友情关系 跳到旁边的爱情那里 所以 这个跳跃很困难 不是很容易跳过去的 更加通常呈现就是 中间有个过渡期 跟某一位人士 好朋友 越来越熟 彼此传有好感 结果 我们就由友情慢慢慢慢 过渡到恋人的关系 当中出现了一个 漸变式的过程 我站在中间的框框的时候 去检视 和她的关系 又不像一般朋友 那么简单 但是不是拍拖呢? 又未到朋友以上 但又未到爱情的状况 这个就是彼此传了一个 曖曖昧的情况 就是一个曖昧关系的呈现 不过我们都会理解一下 通常曖昧关系的状况 我们有了男女朋友的行为 行为不一定是要碰到对方 当然可能拖着手 都是一个男女朋友的行为 但未必在身体上的接触 例如你经常会找她 讲很多很多的电话 或者你不开心的时期 你只是想起她 有些事情你只是 和她一个人会分享 其他一些好要好的死档 你不讲的 看这些情感 你偏重了在对方身上 尽管可能和她毫无身体的接触 当然也有些人 是越了身体接触的界线 越了一般朋友的界线 去到有接近男女朋友的关系 但我们不会承认 彼此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因为可能你未表白 又或者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大家保持着这段关系 不过Jesu都会这么说 有时都很难分辨出于友谊的好感 或者出于一些曖昧关系的好感 因为人和人相处 朋友之间都会有亲疏的差异 有些朋友特别好聊 异性之间都会有些特别好聊的朋友 但那条线我们会不会拿捏得清清楚楚呢? 要分辨一下不同情感关系的一些元素 先讲友谊 友谊当中是纯粹有情的存在 爱情有互相谦慕的状况 那么曖昧关系就会较为强烈一些好感的出现 这些表现里面 友谊是多些群体的活动 当然现在疫情关系 我们不可以整班朋友出街 对社会的健康就不太好 但当疫情过去了 如果整班朋友出来见面 找多几个无妨三五成群 又得十几个一起出街玩 很开心 爱情不会的 单独的 约对方出来 曖昧就是通常都对面单独的状况 但他不是你男朋友 社交距离 现在疫情1.5米 一般的友谊都有社交距离 很简单 同性之间 同性别之间 揽头揽颈都合情合理 但我觉得友情 是可以在异性之间 都可以出现很纯友谊的发生 但你和异性之间的友情 界线的距离很清楚 我不会黏那么近 因为越阻界 对方感受我们都会顾念 但爱情关系来说 比较亲密的接触都很正常 曖昧关系 可能会近一点 比较亲密的接触都会呈现 好 关系清不清晰呢 友情 爱情很清晰的 你是我朋友 你是我男朋友 或者女朋友 很清晰 但曖昧关系 就不是很清晰了 又不像朋友 有这么简单 又不是去到爱情 甚至乎你内心会有句话 你现在当我是什么 这样的一个疑问 可能会出来了 感觉了 友情 十分之好的一段情意 爱情 很甜蜜的 都是very good 曖昧呢 患得 患失 今早他跟我好好谈 我过内心很舒服 下午吃饭的时候 他不理我自己走了 他就好像由天堂跌到地獄 都放学 他主动约你一起回家 顺路 然后再尝回天堂 患得患失的感觉 那种都教人 十分难受 但很多人却很陶醉于 患得患失的感觉 很奇怪 所以我们需要认清 你现在跟你周遭的人的相处 你这条线是怎么样 究竟是一个友谊的呈现 还是一个 已经在拍拖 当然是一个爱情的呈现 还是有些奇奇怪怪的感觉 出来 好像中间一个渐变式的状况 一个曖昧关系的呈现 大家要想一想这方面的状况 那所以 一段的曖昧关系的出现时 我们需要小心清楚 一段含糊不清的关系 很容易会让人误会 可能你会说 不是 我很清晰 我对你是朋友 我当你是阿妹那样 没有非分思想 OK 你很清晰 对方清不清晰 可能你会说 不是的 他都很清晰 知道的 把口知道 心又是否这样想 为什么你对其他人 和对我 好像不同了呢 是不是我在你心里 有特定的位置 而这个位置 会不会让人想多了呢 所以 很容易让对方误会 或者会让周遭的人误会 让周遭的人不会查实 都可能影响得十分之严重 例如 对方 没有东西的 但是周围的同学 觉得你们两个 是有特别亲戚的关系 那对方就会 说你们的坏话了 当然 我们不会因着 他人的一些 行言行语 而想错了 很多时候 人就是这样 尤其是年轻人就是这样 如果别人说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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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你内心明明原本很清晰 当对方不是男女朋友 而且比较要好的 异性的一段 情感关系 对方一说一说一说 到心想 是否真的 对方真的对我特别好呢 而可能用一些 其实你不是很清晰的 关系的情况 就 喜欢对方 那一刻 内心 其实不是很清楚 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他 所以我们需要保持一个合适的界线 这个界线有两方面 情感方面的界线 朋友就朋友 恋人就恋人 第二就是身体的界线 麻烦朋友保持朋友的身体接触 亲密的恋人可以更亲密 但你现在不是我亲密的恋人的时候 麻烦去一些正常友谊的界线 所以我们需要了解 纯粹好感不足以构成恋爱 我们更加重要的是 更加认识对方的性格 处事的态度 去价值观 做朋友基于好感已经足够 但对方可能有些性格我不欣赏 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和而不同地相处 但一些恋人来说 我就不只是看对方相处是否舒服 更加要认识对方更加深内在的特征 因为两个人的恋爱关系下 更加多心灵上的一些契合 重要的状况 所以更加要了解对方 更加深层次的呈现 去看看你觉得这个人 是否自己可以欣赏到 在这里来说的话 要讲一个亲密关系的界线 有一个动物学家叫Desmond 他研究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的互动 他定了12个步骤 我今天因为主力不是讲身体界线 所以我只会强调头9个界线是什么东西 他说了 由完全不懂到较为亲密的举动 有12个step 第一个step叫做眼望全身 眼望全身是什么呢 就是你见到对方 穿衣服的 见到对方 第二部分就是 互相注视眼神的接触 你会见到他 互相看着对方 第三部分 声音传达 就聊天了 如果一个人你不喜欢他 望两望你不会理他 但开了 甚至乎说两讲 没有下文 但如果你和对方 可以再发展更加进心的关系来说的话 手和手的接触 拖手仔 礼貌性的握手 都可能属于这部分 但一个礼貌性的握手 握完就会放 但如果那个人是你很心仪的对象 你期望握握握握握握 就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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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身体的接触 就可能去到 触摸对方 身体一些敏感的位置 胸膛 腹部 臀部 大腿 大腿 一些个人私隐的地方 余下的三个 我不说了 人和人的接触 这位动物学家Desmond 定了以下的步骤 张sir就会问 我们和人相处 这些步骤是一步一步落 而你和不同的人 这条线可以在不同的位置 例如一般的友谊下 异性的友谊和同性的友谊 都可以在不同的界线 先来说异性的友谊 和异性的朋友 我们的界线定到多少合适呢 友谊 做到多少合适呢 张sir就会给大家一个建议 做到这里 做到这里 为什么呢 因为四五六下面 一般人都会认为 拖手仔不是一个友谊下 会出现的状况 我不是说你不可以 男同学 我不是说你不可以扶阿婆过马路 扶阿婆过马路 没问题的 扶完阿婆过马路 捉完一手 你会放的 不会再捉着阿婆回家 是不是 不会的 再来说的话 我会再来的时候 一个的戀爱关系 可以做多一点点 张sir就会觉得 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 戀爱关系可以做到的上限 去到八这个位置 一至三 是一个友谊关系 可以出现的身体的接触 四至八 我会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 我会建议你一个情侣关系 的界线上限 去到八这里 在下面的行为 是很亲密的身体接触 可能更加需要稳固的关系 甚至乎一个婚姻的关系 才合适去呈现更加亲力的举动 或者等大家再连长一点 去到出来社会做事 再检视当时你和你自己的男朋友 你朋友的界线 可以做到哪里 可能有同学会问 为什么朋友不可以手拖手 我当你是朋友 也都很清楚知道我们是朋友 我拖着你的手 完全没有其他非分之相 那为什么不可以呢 为什么要被这些细族的框架 去到控制着 去到打压着 我们自己感受的呈现呢 又看似 很有说服力 这个问题 我亲自 去到被一个年轻人挑战过我的 这个年轻人 我认识他父母 他父母是我朋友 对了 然后我看着这位小朋友 长大 去到现在 就是一位高中生 两三年前 我和他分享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就说 为什么不可以手拖手呢 他是男生来的 那位女孩子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们大家都知道 没有东西 拖手没有东西 为什么有东西呢 为什么不给呢 我听完之后 就这样回应他 对哦 为什么不给呢 都很有道理哦 你说得 不如这样吧 我说一件事给你听 我和你妈妈都很朋友 如果那一会儿 我拖着你妈妈的手走 那你爸爸 觉得有东西呢 没有东西 我和你妈妈 我和你老婆 是朋友来的 拖着你手 是朋友来的 就是你这样觉得介意 你小气咯 是不是 不是的 因为这个行为 背后有意义存在的 那一说完之后 那个年轻人就 老子就停坐 在转机想着 转机想着 转机想着 是好事来的 反思自己一些 的价值观的状况 有得他转机啦 OK 回来你了 你有没有和一些 不是朋友的 情感关系 越了界呢 如果有的话 麻烦 我们继续一个 合适的界线 提到一点 我说情侣关系 可以做7 可以做8 的意思是 一个上限 如果你现在 在一段 戀愛的关系 你不想做5、6、7、8 完全无所谓的 你都要坚持 自己的立场 不是说 戀愛的关系 必然要做4、5、6、7、8 亦都可以 安着自己的感受 去定自己 接受到的线 8 这条线 是张sir 建议的上限 更加了 界线 不是就是身体接触 一些的社交距离 态度 都可以是界线 当然这里有6张的相片 你会见到 有些有身体上的接触 有些是没有接触 例如A 没有接触 但是男孩子的手 放在后面 其实 会不会 一个普通的友谊来说 異性之间 这样不是一个礼貌的动作呢? 可能B 那女孩子 当男生是好朋友 那拼她的手 那男孩子 会不会想多了些东西呢? C 那幅图画 拍她的头像拍小朋友 一个普通的友谊 是不是应该这样出现呢? E 那幅 通常看电话 分享东西都会这样 但是两个头 走到这样 还有 其实是不是一个恰当的身体距离呢? F 都是类似的 我们也要检视界线 其实不是很死板地 哪里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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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要想 行为 让人会不会有误会的 可能性的出现 所以 说了这么久 我都会说回 如果现在真的有一个自己有意思的人出现了 你对某个人有感觉 你可以怎样做呢? 我会承认 外在的吸引是很重要的 外在吸引很容易会让人产生迷恋的感觉 但是外在吸引对人的重要性 是张sir都会承认的 但我不要因着一些杀士的感觉 就变成迷恋的产生 我们先冷静一点 如果一个人外表很吸引你的时期 张sir会建议你 不要这么快就迷恋了它 我会尝试和一个正面的互动 什么是正面的互动呢? 很简单的 做朋友 用朋友的角度去到观察着地方 看看他的为人 他的处事的态度 是不是一个值得你欣赏的人 更加以朋友的互动 不断认识 开始熟络了 熟络的时期 你就不只是认识到对方的外表 你认识到对方的内涵 这样来说的话 你就认识对方更加全面 你就去了解一下 这个人值不值得你喜欢 如果一个人爱在条件 很好的 熟识了 你发现里面原来不可以的 里面很差的 那这个人算了吧 一般的朋友算了吧 你认识不是哦 他外表的词实是一般的 普通人一个 但他内女熟识了 内女很好的性格 这个人值不值得喜欢呢? 值得喜欢 不是哦 他外表很吸引 内女都非常好 这个人真是男神女神级数了 那你要检视自己 是不是一个值得别人欣赏的人呢? 所以这个熟识感是互动的 你认识对方的真实个性时期 其实对方同样去到理解你 所以我们都要让自己成为一个 值得别人欣赏的人 所以如果你外表可能不是太过优 所谓的优缘 但只要你内心是一个 值得别人欣赏的人来说的话 男神女神 你都可以尝试 去到和他发展一段 正常的情感关系 但如果不是一个人 爱再也不太好 是啊 里面也不太好 那算了吧 当你较为全面去认识 这个人的女女外外的时期 你就觉得这个人值得我喜欢 更加去反省 产生更加之后的关系的演变 去拍拖 甚至乎将来的婚姻的关系 好了 最后就是个总结 什么叫迷恋呢? 迷恋就是情感上的驱动 你未真真正正正了解对方 这就是全心投入了下去 在关系当中 结果很容易很多 就受伤的状况 什么叫做迷恋呢? 那个界线不是很清楚 发展了一些很容易让人 误会的非情侣关系 记住 这两样东西都经常让人受伤 所以 跟人相处 我们要留意身体的界线 社交距离的感觉 说话的态度 用词要小心一点 不要让人误会 更加重要就是一个美好的戀爱 或者建议于自己的成熟品格和态度 我们要彼此深入了解 然后建立彼此的信任 才是理想感情关系发展的步骤 记住 一见钟情是科幻小说 感情要慢慢建立 从观察对方的人品 性格特征 再慢慢出现欣赏对方 甚至爱对方的状况 记住 界线要清晰 情感界线要清晰 身体界线同样都需要很清晰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疫情距离 可以面对面 再和大家分享不同性教育的题目 拜拜